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看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六凌晨,荷甲先賽一場 維迪斯將與陸特丹斯巴達短兵相接 維迪斯在各項賽事取得主場兩年勝 反觀陸特丹斯巴達就近況欠佳 相比之下,維迪斯今次主場是勝券在握 說回維迪斯,他一直是荷甲的實力分子 球隊上季取得聯賽第四的好成績 力壓、菲彥諾等一中球隊 今季開始之後,維迪斯表現起伏較大 直到中期就逐漸穩定下來 不過球隊去到2022年之後 曾經試過連續四輪只取得一分的尷尬局面 球隊亦因此跌出前四 好在上輪與NEC尼美根一戰 維迪斯取得主場4比1的大勝 加上之前歐洲協會聯賽中,主場完成維爾納迅速 維迪斯在主場已取得兩年勝 期間坤場入三球,一世過往的頹勢 而且維迪斯還擁有比利時球員奧賓達 這位神射手榜前十攻擊手 有他在,他今季已多次上演 梅開二度 相信維迪斯狀態回戀之際,奧賓達 還有望再次取得更多入球 在陣容方面,前鋒加迫被禁賽 與維迪斯不同 上季在中游位置的維特丹斯巴達 今季直接跌入降班區 23年後,只取得三勝八獲十二賦 今季聯賽中的三勝中 維特丹斯巴達有兩勝 是面對威廉二世時取得的 還有一次擊敗幸運薛達 這些對手都是排名倒數的餘欄部隊 所以這些戰績是體現不到維特丹斯巴達的實力 不過值得一提是 維特丹斯巴達在荷甲打和的場次比較多 球隊保和的機會不至於零 但他們聯賽已經四場作客不勝 亦令球隊蒙上一層陰影 維特丹斯巴達今季與維迪斯手循環交鋒 是打和對手 維迪斯確實有些心有不分 現在雙方再戰 維迪斯勢必會全力要贏陸特丹斯巴達 在陣容方面 中場華斯卓恩冉雄停賽 後衛韋恩迪斯和中場藍利是相決的 好球不等人 馬上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拜拜 Rexali 都在陣籠近 我們ko不ートフォー 在 мыш於小學 有案擔心 自己 Charlotte